如果你想学一门新的外语,请继续观看这个视频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听我的报告 我现在向你们告诉的题目就是 如何学习语言 首先请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红卉斯,我是缅甸娃长 目前我可以流利的说三门语言 缅文是我的母语 另外两个语言是英语和汉语 英语是我从学校开始学的语言 因此没有什么特别的 过我13岁2021年的时候 我突然想学另外一个语言 而不知道学哪个语言 所以我查一查在谷歌 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是什么 他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于是我决定我要学汉语 要是你认为我那就要决定 学习汉语的话 你问问错了 其实我有数债原因 为什么学习汉语 首先我是缅甸娃长 因此好几个缅甸朋友问我 你是缅甸娃长 所以你一定会说汉语吧 那段时候我非常爱念的 为达他们 我不会 所以我决定我要学习汉语 其实我十分喜欢看中国连续剧 而我从小往往看过西游记 而且我之前看许多中国电影 或者电视剧没有附标题 于是我的耳里汉语的声音 越来越喜欢和越来越习惯了 然后我讲大以后 我想去台湾留学 这些是我学习汉语的原因 外说我学过很多语言 他们是汉语 鲤语 汉语 瑞语 泰语 法语 越南语 俄语 和语文 多半语言是学过基本 其实我想了解这些语言的发音和字母 对我的自我介绍结论的话 我学过许多语言 因此我能帮助你学习语言的路上 遇见的困难 好 我们直接进入讲题吧 要是你想学一门外语 手上我想问你五个问题 这些问题是你学习新语言之程需要自己问的问题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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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想学习健门新语言 第二 你想学什么语言 第三 你可以花多少时间学习健门语言 第四 哪种学习方法最适合你 第五 你的语言学习目标是什么 那好吧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如何学习语言的方法 其一 小吉士多 鸡下城堂 中国有一个俗外 日期越雷 意思是一天天的不滴雷 学习语言不是越成越有效 而是要掌握片段式的学习 每天15分到20分钟会比你一次练习或者学习五个小时 小吉士多的学习技巧 研究证明起你花成十张四倍印记来的有效 所以我们要知道更聪明的学习而不是更努力的学习 第二 学语言生活话 如何学语言生活话可以先从你感兴趣的内容开始 假如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 可以世界上认识与运动相关的四倍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烹饪的人 那你则可以从食物烹饪及肠等四倍下手 原因是对自身照为相关的内容 你不仅仅更容易吸发兴趣 去记住他们 并且谈论到他也是另类在兴趣及语言之中 正立关联性 其三 三百六十度而入目人 被语言最快的方法就是要把自己置入在该语言缓字之中 各而入目人的方式让语言融入生活之中 可以将自己的手机电脑闪识语言更改 成神学习的语言 收听外语Postcat 订阅外语YouTube频道 将自己粉丝看到的物品都用神学习的语言翻译 或学在电脑直上 愿意睁开眼睛 就是处在外语环境中 其四 系统化的学习 既日语愿意 现在有许多的管道可以学习语言 实体书籍 电子书 App YouTube频道 Postcat 都能让你轻松取得免费的学习资源 并不是说自学不行 也有不少靠着自学就学好语言的案例 但是自学比较适合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人 对于初学节建议 还是与老师透过系统化的学习 建立好基础 若老师一步一步迟导 再靠上面 其他方法来前往 最后一点是 开口说并经常使用 为人从小到大 学习英语的时刻 在学校在补习班 接触到英语的时针将不算少 但为何将这样使用时 却无法轻易开口 其实关键就在于 缺乏使用的文件 出学位后 当你想要重新学习 想要在有效的时针学好一门外语 建议你可以早已对以上上课程 因为你可以在课程时针读证老师 这时候你就没有理由不开口练习了 而且除了可以大量开口说以外 还能让老师及时绝证发音及错误 并且建立许多练习的机会 学外语的 不二法门 就是要 开口说并且精神性的使用 对了 你们想要上非常好的 泰语课的话 我能推荐你们 这节课就是李老师张的FD1 Chinese Class 我正在也是李老师的学生 李老师张得特别好 非常清楚 还有你想去台湾留学的话 老师一定会帮助你 如果你们不是我说的这些话 欢迎你们来习FD1 Chinese Class 这些就是我给你们分享的方法和意见 我的报告已经结束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注 拜拜